嗯... 到底... 仙男还好? 仙女还好? 没... 来得好没... 大家好,我是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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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有了小孩 现在是五个月 大家不知道小朋友的性格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 到底仙男还好?还是仙女还好? 我想要哪一看? 耶! 对,其实蛮多朋友问我 是男生吗?你是女生? 你想要男生?还是女生? 已经知道了吗?还没吗? 很多人问我 真的 直接呢,送信给我的 没事也有 男生还是女生? 有呀 为什么? 其实很多很多爸爸妈妈也是在乎的事情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日本人 大家是台湾人 也有国家间的差异 这个事情我们想要分享一下 很多日本的希望是想要女生吗? 还是男生? 那台湾人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也是我看了一些资料 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告诉大家日本的一个 常说的事情 第一代是女生好呢? 还是男生好呢? 介绍一下 常常说的事情是 一几二太男 这个意思是 首先第一代是女生好 然后第二代是男生比较好 这个是常常说的事情 然后这个的理由是 这样子比较好养 所以这个是理想的顺序 这样写的也有 但是呢 这个是比较少讲 还有一个是 第一代是男生的 第一代是男生 然后中 就是中间是女生 这样子的说法也有 所以已经中途了 嗯 台湾的话 哪一个比较理想呢? 这个是很久之前就有的一个参加的话 问题是 那现在呢 觉得哪一个是第一代比较好 我再导日本的资料的时候 台湾的资料也是导到了 所以我想要 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是日本 现在的日本人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资料 如果是 只剩一个小孩的话 男生比较好吗? 还是女生比较好吗? 这样子问的时候 这个呢 完全不一样 首先看男生好了 男生的话怎么想 这个是1988年到2013年的冬季 这个冬季来讲的话 日本很多男生之类的男生比较好 但是呢 越来越下降 2018年到2013年 这个时候 已经下的最大 是不是7年前的冬季了呢? 现在是怎么样 我记得 然后女生的 希望女生的人 就是越来越增加 对不对? 很有趣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妈妈觉得 第一代 如果是只剩一个孩子的话 男生还是女生 看一下这个 这是2015年 对不起 全部都是5年前的 这些统计是 如果是大家找到的话 先帮我走多些留言区 台湾那边的也是我想要看 2015年20岁到40岁的100个人 然后呢 这个圆了100个人之后 大家的回答是什么呢 都可以是34% 想要男生是21% 想要女生45% 很多人想要女生 是不是吓到大家是不是以为 是日本人多想要男生 或是没有这样想过 他是蛮意外的对不对 或我是蛮意外的 然后呢 我看了一些人 为什么想要女生 这个回答大家 里面 男生养男孩的时候是 非常需要皮力 好痛 女孩的话长大之后一起去逛街 一起买东西 像是朋友一样 对啊 还有是想要让他穿漂亮的衣服 这样的回答也有 然后男孩 为什么想要男孩 是不是大部分回答的 移民的理由就是 有可能是他的工作室 接下去的那种工作 像是什么的 师傅什么的 希望让他穿下去 这个家里的工作啊什么的 这样他回答了 这个就是想要男生最大的理由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其他亚洲各国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呢 有一个统计 如果是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这个统计里面也有台湾 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 日本是想要男生是23.8 女生是29.8 同海就是47.8 这个统计是2006年 所以14年前 韩国的话 男孩41.8 女生34.8 同海23.7 哇哦 台湾的话怎么样 台湾是有一个很有趣哦 男孩21.2% 女孩21.7% 男孩比较多 但是 同海这样回答的人 你看 67.1% 说同海的人 糟糕 然后 中国的话如何 想要男孩25.4% 想要女孩9.4% 同海65.2% 哇哦 这个国家名字的下面就是 回答人数 10億呢 所以问了2000多个 韩国的话1600个 台湾的话2100个 哇哦 这个是2006年 问的时候的回答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但我没想到 很多日本人是想要女生 其他的三个国家是想要男孩 我现在想要问看看 大家是人为想要 女生? 男生? 如果是只剩一胎的话哪一个好? 请大家多多留言给我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 我们夫妻是怎么想这个事情 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下 我太太觉得基本上是健康出来的话 男孩女孩都开 但是因为我是独自的关系 所以要选一个的话男孩 其实呢 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都开 这个事情是上一次的影片的时候 才知道的事情 然后 我是怎么想 这个部分呢 男孩好吗? 还是女孩好吗? 啊 老师大家 真的 走开 那 男生比较好养吗? 顽皮啊 女生比较好养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看人 看我的小孩 个性 男生 像我的话 小时候是非常好养 需要的时候 不需要的时候 完全不哭 淡定的小孩 然后就吃睡觉 吃睡觉 所以呢 我是非常好带的男生 然后另外一个 我太太听说是非常男太 那女孩 嗯? 常常呢 身体不好 嗯 所以男孩是男太 而且是顽皮吗? 女孩是 嗯 好照顾吗? 我家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 好带的男孩跟不好带的女孩 所以这个不是性别来决定 是看这个孩子来决定 我觉得呢 男性女孩都有有趣的事情吧 有吗? 也不一定的呢 最近的男性女孩都可以 都很有趣 男孩的话自己经过 所以 但是就看她的个性了 她喜欢什么我就知道 她是长大的过程 或者是她恋爱啊什么 嘿嘿嘿 被导演的爸爸 然后就女孩的话 一直觉得 女性的衣服比较好看 我从小就觉得 女性的衣服的选择是比较多嘛 不管是 下半身 男性是 裤子 女性是裤子跟裙子都有 蛮羡慕的 因为是 裤子有裤子的好处 裤子有裤子的漂亮 哈哈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男性没有第二个选择 当然是也可以穿裤子了 但是 嗯 我记得 小时候就觉得 好羡慕女性 很多很多选择 鞋子也是 高杆鞋一般般的 平地或者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男性的话 皮鞋 还是 运动鞋 没错 但是还有很多人 但是我一直觉得 女性的选择性比较多的感觉 那就是这样子 今天的内容 日本人觉得 先男孩还是女孩 哪一个 希望是哪一个 给大家看看资料里面有些 结果是 日本很多人觉得 想要女孩 但是呢 这个资料也是五年前什么的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我也想要看看 还有我们夫妻是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是 健康就先就好 其他真的无所谓 然后就 我不太相信 男性比较难养 女性比较好养什么的 不管是男的女的 手满脚乱 我把我正式变成那样 真的 因为观看那些很多的资料 我们就觉得完全没有通过的 很多很多的资讯 所以我觉得 不感性别没有关系 真的 遇到新的世界的感觉 蛮期待的当代 到底是 哪一个呢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大家多多订阅一下 然后呢 最后想要问一下大家 如果 你呢 只剩一个孩子的话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还是都可以 那你觉得如何呢 如果有什么样的意见 的话 请大家多多给我留言 还有 有一个人跟我说 男孩是三大之后 结婚之后 是别人的 然后女孩是 带小孩回来什么的 或者自己老了之后 男孩是 比较不管 但是女孩是 照顾什么的 这样子跟我说的人也有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真的 看人 这个跟性别 应该没有关系 然后我对自己的小孩 是我老了之后 希望小朋友回来 照顾自己 我完全不想要给小朋友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能照顾自己 就很难 我希望是小孩 好好想自己的事情 我们的事情 我们来解决 完全不希望 自己的小孩 老了之后 要照顾 爸爸妈妈什么的 不用 小朋友们 最好的 孝顺就是 你照顾自己 然后我们的 要照顾的 钱什么的 不用担心 然后 你们想要看的时候 来的 就好 完全不想要看 那种时候的话 就不用过来也没关系 长大之后 是自己来决定 你的选择 这个是我的想法 那就这样 拜拜